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乌克兰武装部队战略司令部发布乌克兰独立日视频公告 从视频来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办公室战略通信部暗示将发生大规模袭击 8月24日,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最后的和弦应该是对莫斯科的打击 据最近发布的视频公告显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战略通信部暗示一场重大袭击即将在独立日之际展开 这一消息引发全球关注,加剧了地区局势的紧张 根据视频内容,乌克兰无人机将参与该次的袭击行动 并且最终目标似乎指向莫斯科 虽然未透露具体的攻击计划 但预计这次袭击将在8月24日,乌克兰独立日之际发生 这一消息引发了各方的猜测和忧虑 也使得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的紧张 乌克兰的军事动向一直备受关注 尤其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背景下 随着战争局势的持续升级 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安全和稳定表示高度关切 德国绿党敦促向乌克兰供应远程金牛座导弹 现阶段尤为明显的是 乌克兰需要射程更远的精确武器 以便能够消灭弹药库、指挥所、发射场和后勤中心 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斯皮格尔的代表人物是绿色罗宾·瓦格纳 德国绿党日前发出了强烈呼吁 敦促向乌克兰提供远程金牛座导弹 以加强其防御能力 罗宾·瓦格纳代表着绿党的立场 强调乌克兰迫切需要更远射程的精确武器 以有效打击敌方代表库、指挥所、发射场和后勤中心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该党的立场和观点 近期战争研究学院的分析师 揭示了有关俄罗斯总统弗拉吉米尔普京 在乌克兰反攻行动背景下 操纵与乌克兰的谈判进程的新发现 据报道 普京声称乌克兰的反攻行动妨碍了谈判开始 但同时俄罗斯军队仍在东巴斯地区进行冲锋和攻击 这样的发现引发国际社会对于普京的真实动机的担忧 专家认为 普京可能利用讨论乌克兰反攻行动的话题 以否认乌克兰在战场上取得的成功 并指责乌克兰对潜在谈判进程的持续缺乏境续 然而让我们对这些观点进行深入分析 乌克兰的反攻行动是在其主权与领土完整 受到严重威胁之下所采取的自卫行动 面对来自俄罗斯的入侵 乌克兰军队不得不采取积极行动 来保护国家的领土与人民 他们的行动所取得的成功 无疑是为了捍卫国家的尊严与独立 然而普京的发言却似乎试图淡化乌克兰 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 他的言论可能是为了掩盖俄罗斯军队 在东巴斯地区持续的攻击行动 尽管乌克兰展现出对和平谈判的意愿 但普京似乎选择无视这一事实 并试图将谈判进程的责任归咎于乌克兰 这种战争辩解并不陌生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各国领导人常常利用言论来塑造舆论 试图影响国际社会对局势的看法 普京的操纵手段不仅体现了俄罗斯的军事战略 更暴露了他在维持自身政治权利 与地区影响力上的隐秘动机 面对此情况 国际社会应该保持警觉 不被战争辩解所迷惑 对乌克兰来说 反抗侵略是其合法权利 而对俄罗斯来说 恪守国际法与公平公正的谈判 是走出危机的关键 国际社会应该呼吁普京 不要才利用战争辩解来误导国际社会 而是采取积极的外交举措 推动和平解决方案的实践 随着乌克兰的反攻行动继续进行 我们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 进入乌克兰副总理兼问题重新整合部长 伊林娜 维列书克在电视马拉松节目中透露乌克兰政府 正在认真准备应对可能在冬季发生的大规模导弹袭袭击 面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乌克兰毫不掉以轻心 全力保障国家安全与民众生活 维列书克表示 我们正在全力应对俄罗斯可能对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 和民用目标进行导弹袭击 我们了解政府将采取何种措施 确保这个取暖剂顺利进行 没有故障 这表明乌克兰政府对于民众的安全和舒适生活 负有坚定的承诺 为了更好地保障国家安全 乌克兰已经在西部地区部署了基础设施 以便在必要时接纳可能面临危险的难民 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乌克兰对于保护人民 生命和尊严的责任感 也是对于国际人道主义义务的认真旅行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 乌克兰政府与地方自治机构和地区政府紧密合作 共同商讨准备对策 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挑战 这种协作与团结的态度 让我们看到乌克兰政府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的坚定决心和智慧 指的一提的是 乌克兰的坚定准备与稳妥的应对并不是危言耸听 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尤其是在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用目标进行导弹袭击的可能性 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乌克兰的决断与勇气尤为可贵 近日 乌克兰国防部报道指出 俄罗斯联邦在乌克兰备战领土上强行动员约6万人 据报道 俄军在街上抓人 甚至来到仍在营业的企业强行带走人 而这些被带走的人 在送走后只是换了衣服 就被迫加入俄军 同时 俄方还将学生集中到军队 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就成为战士 而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在乌克兰占领土上 居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抉择 对于那些被俄方强行动员的人来说 他们面临着可能被卷入战争的风险 他们的生活和未来受到巨大的不确定性 被迫投入战争的局面 让人忧心忡忡 因为这些无辜的民众 并不希望被卷入冲突 他们只是想过上平反安静的生活 然而 对于这些居民而言 唯一的真正生存机会 可能就是投降 在这个战争蔓延的时刻 投降或许成为他们的无奈之选 但即便如此 投降也意味着 他们可能要面对不可预知的命运 不知道他们会被带到何处 会经历何种待遇 对乌克兰情报总局代表 切尔尼亚克的话 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无奈和担忧 在这样的紧急局势下 选择只有两个 而且都带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被迫参战或是选择投降 都无法给这些人带来真正的安全感 和稳定生活 面对这样的局势 我们必须关注乌克兰居民的处境 期望国际社会关注并采取措施 来减轻他们的痛苦 在战争中 无辜平民往往成为最脆弱的群体 他们承受着战争的苦难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支持 同时 我们也希望战争能够尽早结束 让乌克兰重获和平与稳定 只有和平 才能让每个人 都有机会过上平凡安稳的生活 没有战争的阴影笼罩 愿乌克兰人民能够早日迎来和平 远离战火的蹂躏 重建家园 共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